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旺俊宇 今天是2022年7月22日 星期五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一下 有消息傳國泰內部爆發感染群組 國泰最新是怎樣回應的呢?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一箱是再次出現家居的意外 據了解有人浪三時間不小心失足跌下樓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說說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導 國泰退休宴是爆發群組 說的是犯罪群組 消息指12人還照 國泰認幾人染疫 不過沒有違規 就這樣說 報導的來文是 本港單日確診數字突破4000宗 因為機組人員豁免檢疫引爆第五波疫情的國泰航空 近日再有後勤的職員 疑似因為聚餐爆發感染群組 HK01接獲國泰的內部消息指多位職員在7月5日 參加一位女經理在荃灣西餘森酒店舉行的退休宴會 結果事後出現感染群組 消息指感染人數或多達12人 事件更加在近期相關部門有人離職才曝光 國泰航空回覆HK01查詢時 承認曾經有員工 參加7月5日私人宴會後確診 其後再有幾位員工相繼確診 但未有提供確實染疫人數 國泰指經內部調查過後 確認攝氏的員工有遵守政府防疫措施和公司指引 以及在指定時間內上報不涉及任何違規行為 HK01就事件連日來向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查詢 不過至今未有回覆 有知情人士向HK01透露 國泰環球客戶服務中心一位女經理退休 同時安排在7月5日在荃灣西餘森酒店為她慶祝榮休 不過有參與退休宴會的國泰職員在3日過後 即7月8日檢測陽性 其後相繼有其他當日在職的職員陸續確診 消息人士向HK01透露 事件中染疫人數或多達12個人 據了解事件因為早前另有同事離職 在國泰人士部離職面試當中揭發 官方才得色出現暴疫 翻查衛生防護中心會入確診大廈名單 全灣西餘森酒店在7月9日曾被列作確診大廈 顯示曾經有確診者到訪 日期和事件發生的日期相符 國泰回覆HK01查詢時承認 有員工在7月8日檢測陽性 其後幾天再有幾位員工相繼確診 國泰指攝氏員工都承認 在7月5日曾經參加同一個私人宴會 但未有透露染疫的確切人數 亦沒有回覆是否像消息指多達12個人 國泰發言人強調 經內部調查已確認相關員工 遵從政府的防疫措施和公司指引 並沒有任何違規行為 發言人稱攝氏員工聚餐當日 都有遵守社交距離規定 在參加活動前接受快測 使用安心出行程式和疫苗通行證 來自HK01的最新獨家報道 說到有人爆料日前國泰 又有一個聚餐疑似出現爆發的群組感染 衛生署未有回覆HK01 估計今天相關的疫情記者 都會追問衛生署當局的回應 另邊相亦多一宗家居意外造成慘劇 各位網友多加小心留意 根據HK01的報道 觀塘順利村男子浪三的時間 失足墮樓宋苑不治 報導的流文是這樣的 今天7月22日下午1點多 順利村利業樓一位40多歲的男子 在7樓飛墮1樓平台 街坊發現報警 救護員到場在平台發現事主 戴著口罩旁邊有一些衣服 由救護車緊急送院搶救 可惜忠告不治 有目擊者表示 事主浪三期間失足墮下 不過墮樓原因仍然有待調查 各位網友若然用窗外浪三架 多加小心 這個家居意外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 希望死隻安息 而相關的情況仍然有待調查 零邊商和各位網友說說另一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說姐姐禁止開冷氣 累到老虎在家中中暑 網民說為了不想打黑癡 所以就要全家陪他熱感華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酷熱天氣警告認證生效 天文台提醒市民應該要關注長者 或者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狀況 並留意他們的住所通風 和空氣調節設備 是不是運作正常 長者或者慢性病患者 應該盡量避免戶外活動 遠離高溫環境到陰涼、通風 或者有空氣調節的地方 不過有網民在香港討論區 撰寫帖文說她姐姐一開冷氣 就會導致鼻敏感 所以只要她在家 大家都不可以開冷氣 偏偏這幾天 姐姐放假 連同發帖文者和爸爸都在家 姐姐又沒有朋友 又沒有地方去 一一就留在家 家裡的爸爸下午上開冷氣 都不行 前天爸爸已經帶身 沒有胃口吃飯 只是叫媽媽煮米粉給她 放肚子 家裡只有一把電風扇在客廳 爸爸晚上打算搬入睡房 吹風扇 結果姐姐又指責 就說你拿進房間 我不是熱死 發帖文者批評她 完全沒有考慮過爸爸 已經陪她熱足一天 昨天爸爸在自己的房間 開冷氣 開了不足十分鐘 媽媽已經反映她姐姐在客廳打黑癡 那姐姐還要進房 質問爸爸 是不是擅自開冷氣 連累她又被敏感 還強行關閉冷氣 發帖文者昨天就說 那個區氣溫高達34度 加上懷疑爸爸已經有少少中暑 爸爸感到頭暈心跳加快之旅 就算喝冰水沖冷水涼 爸爸情況都沒有改善 發帖文者於是叫媽媽帶爸爸去求醫 醫生診斷是中暑 還叮囑爸爸太熱就要開冷氣 否則很容易室內中暑 爸爸回到家後提出要開冷氣 但姐姐仍然堅疑她 就說開風扇都夠涼 就說想涼冷氣就去商場 又說我們開完冷氣 她就不斷打黑癡 她也很辛苦 問我們為何不體諒她 發帖文者就不滿 開冷氣就只會打黑癡 原來我姐姐這麼矜貴 上班她也是這樣去商場 又不會這樣 開家的冷氣就會打黑癡 為了不想一個人打黑癡 就要全家陪她一起熱 家裡有個這樣的姐姐 真是一家人的折磨 這宗網上熱話最終就變成一宗新聞 即是說那個姐姐禁止家裡開冷氣 不管你下午還是晚上都好 因為她一開冷氣就被敏感 結果全家陪她一起熱 那不知道各位網友 若然遇到這樣的情況 有個這樣的家人 你又會怎樣呢 堅持開冷氣好 還是跟她爭吵一頓好 還是不理會還是不要開 不妨留個言聊天 另一篇商也跟各位網友 講講另一則輕鬆的網絡熱話 先根據HK01的報導 女朋友太喜歡吃麵包 港男甚至拍拖 不能吃好東西 不過列出兩個好處 就被網民說她是放閃的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 女朋友吃麵包就滿足 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有位港男在討論區帶身 女朋友太喜歡吃麵包的煩惱 有時外出約會 她想和女朋友吃其他好東西 女朋友就想吃這個Bagel 不過她指出在另一方面看 也有好處 喜歡吃麵包的女生好好哄我 而且看著女朋友吃麵包的開心樣子 就覺得很可愛 這件事其他網民的留言 就投訴這個男生簡直是放閃 即是放閃 意思是說自己有多恩愛 這樣 說當女朋友一日三餐都喜歡吃麵包的時間 究竟是苦惱還是幸福 就交給各位評論了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努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